如果有人問你 我手上只有六千塊 該怎麼開始投資 你會怎麼回答 2011年一位網友告訴他 買比特幣 然後忘了資金 五年後回來看看 五年後 這筆六千塊 翻倍升級到了兩百萬 如果放到今天 已經翻到了三千萬 嗨大家好 我是腦哥 你聽過比特幣嗎 你相信比特幣 其實沒那麼難懂嗎 這部影片我講到最淺白 學生都能懂的白話 講比特幣的故事背景 運作模式 投資概念 還有它為什麼 成為犯罪者的天堂 全部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聽到 比特幣完整的基金架構 為什麼炒豆賺錢 你恐怕找錯影片了 但你如果只是好奇 想了解它 那你別走開 我們馬上開始 7月2008年 金融海燒爆發 人們開始懷疑 傳統金融體系 是不是真的安全 就在這時 網路上出現了一位 化名 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 中文就是中本錯 他向全世界 介紹了一種全新的貨幣系統 這種貨幣不需要靠任何央行來發行 而且它解決了現行金融體制面臨的許多問題 X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的第一個特色 就是它採用點對點的方式來轉帳 所謂點對點 就是今天我要轉帳給你 我這一端確認發送 你就可以收到 我們中間沒有任何人可以感受 聽起來很直覺 但其實現在的匯錢不是這樣允許 我如果要匯錢給你 實際上是我把匯錢的資訊丟給銀行 銀行看過確認後 你才能夠真正的收到款項 銀行在這裡扮演了一個第三方 或者說中介的角色 中介的存在在傳統金融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如果我匯還給一個陌生人 我會擔心對方坑我 聲稱他的帳本裡沒有收到我的款項 而篡改自己的帳本是十分容易的 因此為了避免這種事發生 我找來一家銀行當中介 透過他進行的每一筆交易 都會記錄在銀行的帳本裡 只要銀行的帳本確保安全 我的交易紀錄就無法被穿改 我匯出去的錢 他就無法假裝沒有收到 於是當每個人都找上 銀行這種金融機構當中介 他們就會收集市場上一筆一筆的交易資訊 儼然成為一個交易紀錄中心 這就叫做中心化 用中心化解決支付問題本來沒有錯 但政府給這些金融機構太多的權利 例如他們可以保管所有用戶的個資 他們可以限制我金錢來往的對象 有時候還會不知道什麼理由 把我的帳戶給凍結 就算平時看起來明示 但是對人民給你的資和自由 都是一種實質上的國學 而且權利導致土化 絕對的權利就是絕對的土化 那麼比特P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答案就是放權於民 讓每個人都成為交易紀錄中心 這樣一來 就沒有一個實質的中心能管控我們的 很神奇吧 這就叫去中心化 今天我要轉帳給你 不是透過中間某一個人 而是我把這筆轉帳資訊廣播出去 讓網路上的所有人都能接收到這個消息 網路上所有人的帳本 都會幫我記錄下這個交易 那麼 如果有人收到我的錢 卻想爽賴 全世界 每個參與比特幣的人 都是我的電燈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麼和我鬥 去中心化說起來容易 但要實際運作就需要技術 比特幣用的技術 就是賀客有名的區塊鏈 所有的區塊 其實就是 負責了記錄交易資訊的帳本 而這種帳本 會將資訊分散進入在每個人的電腦中 比特幣系統每10分鐘會產生一個區塊 也就是說 每個區塊記錄著這10分鐘內 發生的所有交易資訊 一個又一個的區塊連接在一起 記錄著從以前到現在的每一筆交易 就成了區塊鏈 前陣子很有名的比特幣礦工 指的就是消耗電腦算力 幫大家記錄交易資訊的人 說白了 礦工做的事就像一位報社記者 把網路上發生的事記錄並整理下來 這是小明 小明是一個報社記者 他的工作是每10分鐘要出刊一頁報紙 報紙上要收錄這10分鐘內發生的每一條新聞 所幸有個原端網站 世界上每一條新聞都會廣播到這裡 小明只需要從這個原端把裡面的新聞抓下來 再用一個特定的格子整理到報紙上就可以了 一旦這張報紙做好 報社就會立刻拿去送印 並且發送給每家每戶 每個家庭收到的報紙 就會疊上先前的報紙堆 就這樣 每10分鐘送來一頁報紙 所有人的報紙堆 都各自記載著全世界發生的新聞 在這個故事中 每一條新聞就是一個交易紀錄 一頁報紙就是區塊 報紙堆就是這個區塊鏈的 小明當然就是我們的礦工啦 我剛接觸比特幣的時候 覺得這個系統太神了 突然說 那它也能幫我記錄台幣的轉帳嗎 結果是不行的 區塊鏈就是記錄 屬於這個區塊鏈貨幣的計量機構 所以沒辦法記錄台幣 就像一開始提到的 比特幣並沒有任何的央行來發行 它唯一的產出方式 就是系統會自動獎勵 那些記錄交易的人 只有那些成功完成區塊的人 才能從系統獲得比特幣 這種消耗體力 從位置的領域挖掘財報的行為 像極了挖礦 這也是它得到這個暱稱的原因 當然 挖比特幣消耗的是電腦的算力 這是很費電的 所以不要以為挖比特幣是穩算不賠 現在全世界這麼多人在挖 你挖礦花了電費 搞不好還比挖到的比特幣還貴 值得注意的是 根據系統設定 每經過4年 能挖到的比特幣獎勵 就減半一次 最一開始是每個區塊能挖到50顆 現在已經經歷過3次減半 所以完成一個區塊能挖到6.25顆 這樣推算下去 大約在西元2140年 就不會再有新的比特幣產出 市面上能流通的比特幣 就不會再增加 所以比特幣不必擔心 政府瘋狂印鈔 所以導致著通貨膨脹的問題 在價值儲藏這方面 可說是最理想的貨幣 那麼為什麼比特幣至今 沒有被多數人認為 像是美元歐元這樣的貨幣呢 這是因為一個好的貨幣 一直同時具備支付 價值儲藏 市場的計價單位三個功能 對比特幣而言 去中心化的當本 滿足了支付功能 不會通膨這點 滿足了價值儲藏功能 但比特幣價格波動太大 一小時之內 漲給3%是常有的事 比方說這個貓 假設它賣1比特幣 你早上來賣 它還是9000元 可能下午就賠12000了 這種計價方法 市場恐怕很難接受 波動很大的特性 雖然讓比特幣的貨幣價值 大打得扣 但作為投資標的 卻是許多人的最愛 比特幣市場 在這幾年來日漸成熟 現貨、期貨、選擇權、借貸 甚至是基金都出現了 有人說比特幣太危險 千萬不要碰 實際上 比特幣系統從上限以來 至今從未被攻破 那些被攻破的 都是後來的人架設的交易所 或者是合約而已 所以比特幣最大的風險 不是在它本身 而是在玩的人 夠不夠了解而已 的確 比特幣市場的規模 還是比股市小很多 這也是它波動性較強 風險較高的原因之一 因為 只要有相對少的資金進場出場 對幣價就能有比較大的影響 另外 比特幣素材有數位黃金之稱 許多人把它視為避險資產 避險資產的意思 就是當股市上漲它應該會下跌 股市下跌的時候 它應該要上漲 但數據顯示 比特幣與股票走勢的相關性 其實是時高時低 這說明 要根據股市的景氣好壞 來預測比特幣的高低 還是很困難的 我知道 在很多人心裡 比特幣已經等於詐騙了 利用人們對它一知半解的心理 詐騙、老鼠會、資金盤 許多不肖分子 藉著比特幣之名 用片面資訊 甚至不實資訊 來騙你投資 有些甚至還談不上投資 像是讓你轉多少錢進來 區塊鏈就自動翻幾倍還給你 這次魔術不是投資好嗎 投資是拿你的錢 去賺取合理的報酬 等魔術 就是你拿錢看人家表演罷了 此外 由於它不受監管單位控制的特性 比特幣也成為洗錢 與不乏買賣的好朋友 即使是正當事業 也有許多人利用比特幣來逃稅 最後一定要來聊聊比特幣的傳奇色彩 這才是它最令人著迷的地方 首先 比特幣去中心化的管理制度 直接代表著把人們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解放出來 並且沒有任何機構或央行對比特幣有管理權 也就是說 你我手上的錢 不會因為政府或財團 為了自己的利益瘋狂印鈔 導致通過膨脹而變強 從這個角度而言 比特幣就是推翻傳統金融上對下結構的第一聲號角 它是金融改革的先驅 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法垂 更傳奇的是 2008年提出比特幣的那位中本聰 這個中本聰 在他提出比特幣還有架構網絡的時候 人們都還能用email聯繫到他 當比特幣網絡架完 人們就再也聯絡不到他了 他就消失了 不帶走一片雲彩 出門充的比特幣帳戶換上的限值 已經超過幾十億美金了 他一分錢都沒動過 你想 提出一個這麼龐大影響力這麼大的貨幣系統 他不畏名也不畏利 他也沒有跳出來領了諾菲爾經濟學獎的人 也沒有在比特幣最高峰的時候把它賣掉換錢 那你說他是為了 甚至 就有人猜測 中本聰其實是外星人 或是未來人 為了幫我們改革這個迂腐的金融體系 創造了比特幣 又或者 他根本就是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先到這邊 其實關於比特幣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說的 像是 除了比特幣之外還有哪些高端的加密貨幣 該如何看待比特幣投資 或區塊鏈還有哪些應用等等 這部影片主要是為了不懂加密貨幣的朋友們 先詳細介紹一下它的源頭比特幣 也是因為比特幣特別有名 大家會比較願意從這邊開始了解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給朋友 來 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不懂的都歡迎留言問我 最後如果想持續了解比特幣和區塊鏈 還有一切我可能會錄的有趣知識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